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 第一个 我想要讲的是这一个 这个叫做 你可以看到我的Y轴 Y轴现在是叫做受雇人员报仇 我的X轴是经常移转之初 好 所以就请看我这边已经做好给你们的 其实这是我们上次做的 我上次是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用什么来去做 用 请注意刚刚那个显示比例 显示比例这边讲一下 右边还有内容 所以你们要点一下符合一页大小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 受雇人员报仇在X轴 然后这边叫做经常移转之初 在Y轴 好 当我们再去画相关 就是当我们想要去找关系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确定 谁是因 谁是果 谁是质变数 谁是因变数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画 而且你就算换了轴 两轴对调 你求出来的相关系数都是相等的 因为相关系数 它没办法告诉你方向 甚至如果刚好它是正相关或者是负相关的时候 你可能会产生错觉 好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画的这一张图 X Y 两轴用的变数 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一张 我就是在做这个 我现在排名第二名的这一个点 那这边 这边为什么有这么多点 你要知道我们有41年的资料 在接下来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22个县市 所以画出来的结果 大概呈现成这个样子 那我这一张图呢 我就把一个县市 用一个点来去描绘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22个点 好 这张图还有印象吗 它是会动的 我只是把41年 把它放在播放轴 对不对 这是之前我们已经教过的内容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现在我要继续来去讲 那首先我要先 请你们了解一件事情 以这张图来说 我的这个叫做图例 这一张图 它的图例放的是区域别 还是放棉会比较合适 好 所以我就把这一张图 把这一张图再画一次 只是我放的是图例 图字贴上 然后把这个图例 换成统计日期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一张图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一张图是各县市 受雇人员报酬 与这个经常移转支出 的关系 请问这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各年 从民国70年到民国110年 就是各年 这41年 的受雇人员报酬 与经常移转支出 的关系 对不对 一个是在讲各区域 一个是在讲各年 那你觉得哪一张 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呈现的 有听得懂吗 上面那一张 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41年 例如说台北市41年的资料 全部集中在一起 听得懂吗 那下面这一张 它是把当年全部各县市的资料 全部集中在一起 这样理解吗 这样两个分析出来 虽然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都很高 可是要看你的实际的解读 你要解什么问题 这样理解 好 所以我现在 我第一件事情 我是要请你把 刚刚上面这张图 一分为二 因为等一下 我要带你们去求相关系数 现在我们已经讲到 收入与支出的关系